今天发现一个超简单的软面小笼包做法 既然不用揉面,也不用擀皮 家里只要有筷子,搅一搅就能做 蓬松轩软,舀上一口还能爆汁 500克的猪肉馅里加姜末,盐,松鲜粉,五香粉,生抽,老抽,蚝油 250克的冰水分三次打入肉馅里,直到全部搅拌,吸收 来上一把小葱花,淋上100克滚烫的锅油,拌匀,馅就调好了 放冰箱冷冻就可以了 500克面粉,5克白糖,10克昏油 酵母我用的是这种高活性干酵母,发面速度快,而且比较稳定 一般早餐店和面包店用的都是这款 然后加入360克的温水,搅拌到上进,没有干面粉 密封发酵到三倍大,这是发好的,全是密集的蜂窝眼 案板上撒多点的干面粉,放上面团不用揉面,简单整理一下 切成大小均匀的面截子 面截轻轻按压到中间后边缘薄就行,放上肉馅包起来就可以了 放到锅里再醒10分钟,水苔蒸8-10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爱吃面时的姐妹们双击收藏,做起来吧